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政府贸易代表首次阐述对华贸易政策愿景 表示可能寻求中美经济再挂钩 俄罗斯首次成功前摄高时高超声速导弹 鸡蛋腐烂汉堡发霉 菜里藏刀 韩国军队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空分 拜登政府贸易代表首次阐述了对华贸易政策 没有明确表示取消对华加征关税 但是可以启动针对性的豁免程序 并可能寻求中美经济的再挂钩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4号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 首次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的政策愿景 戴琪表示 美方计划与中方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落实情况产业政策等问题展开坦率对话 他强调美方无意激化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 并肯定了中美两大经济体在全球的重要性 以及影响力 美国是否将继续维持对华加征关税 戴琪说 美国政府以前处理对华经贸问题的手段 未能解决美方根本关切 拜登政府将寻求以全心全面和务实的方式 处理对华经贸关系 而他所谓的对华经贸问题 事实上就是2018年3月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无端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后 中美之间持续的一系列加税和反制措施 此后中美双方即经谈判和较量 直到2019年12月13号 两国终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 达成一致 协议文本包括续言 知识产权 技术转让 食品和农产品 金融服务 汇率和透明度 扩大贸易 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 最终条款9个章节 同时双方达成一致 美国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 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 实现加征关税 由升到降的转变 戴琪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 和受访中 并未明确提到 取消对华加征关税 这样的态度 让美国农民和商人 大失所望 前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詹姆斯格林 在接受亚洲新闻台采访时表示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全球化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 但全球化带来的消费 同样也给美国工业生产者们 带来巨大利益 2016年是美国太阳能产业 表现最好的一年 在价廉物美的进口产品的帮助下 美国的太阳能板安装量翻了一番 那一年太阳能产业似乎 即将给能源行业 带来一场重大革命 终结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然而好景不长 特朗普政府最终决定 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增收关税 很多美国企业认为 美国政府为了与中国在多领域竞争 一刀切地增加关税 实际上对本国企业的影响更大 尽管很多中国产品市场表现强势 但对于美国企业并不是坏事 反而对整个产业有拉动作用 疫情下即便有关税存在 也挡不住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刚需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2020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8.8% 中国对美出口增长8.4% 自美进口也在不断增加 福布斯杂志网报道 2020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量的 19%占比居首 美国进口的防疫物资中 83%的进口口罩为中国生产 三分之二的防护服务来自中国 报道还原以美国普查局数据称 2020年美国增长最快的 十类进口商品中 四类主要进口自中国 中国美国商会白皮书显示 三分之二的会员企业 将中国视为优先市场 美中贸易会最近白皮书显示 被调查的会员企业有95% 在2020年实现了再化盈利 四分之三的企业认为 在中国盈利前景好于全球 或与支持平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最新统计显示 无论2019年还是2020年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速 都远远超过对全球投资的增速 拜登政府在竞选过程当中 曾经公开承诺 如果拜登当美国总统 那么新的政府将会取消 对中国的关税措施 但是我们很遗憾看到 民主党上台之后 并没有兑现他们的诺言 在美国商界还有美国居民 确实在为这个关税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 但是美国目前又在贸易政策方面 戴琪是公开表过态 说要把这个关税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那么另一方面 美国即将进入中期选举 关于对华加征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4号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利好消息 那就是美方将启动 针对性的关税豁免程序 允许美国企业申请豁免 某些美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 针对性关税豁免如何理解 商品关税的豁免 是指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企业 或者商会向美国的机构去申请 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豁免关税 这样的一个机制性的安排 所以在这个机制安排之下 实际上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美国企业和美国的行业 都在向美国的有关机构 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豁免 那么目前戴琪这样的一个表态 就意味着未来有可能会有更多的 美国商品去寻求这种机制性的安排 从而使得就是美国对中国商品 加征的关税 它的影响范围会有所变小 演讲过后 戴琪接受了美国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提问 在被问其对美中经济脱钩的看法时 戴琪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美国提出的再挂钩具体指什么 戴琪提再挂钩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第一次提出相对比较积极 但是我想他提的再挂钩 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过去美国在有些贸易政策方面 希望跟中国脱钩 其实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负面的影响 那么在某些领域当中 或许美方会有一些补救性的过失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其中也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他的再挂钩政策 有可能会寻求一些新的替代国家发展新的这种挂钩伙伴 但是由于美国目前没有对这样的一个再挂钩 予以明确的阐述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内涵 其实总体上来讲是比较模糊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此前表示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打贸易战只会带来双输 中方一贯坚定维护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坚定按照国际贸易规则办事 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同中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好我们再来看4号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再度进入南海 专家认为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连环军事布局 从七国集团五眼联盟四边机制 再到美英澳军事三角 西方在亚太玩起大圈套小圈 小圈套双边的招数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10月4号披露 当天通过卫星照片发现 英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经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一同出现在巴士海峡的还有美海军 卡尔文森号航母的鱼鹰舰载运输机 推测 卡尔文森号或已一同进入南海活动 日本共同社与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 从9月底到10月1号 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和里根号组成双航母打击群 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冲绳以南海域进行 针对中国的联合训练 10月2号到3号 这两艘航母又会和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 以及日本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的舰艇 再次在冲绳西南海域举行针对中国的演习 且规模更大 就在9月24号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到访的 10任日本首相菅义伟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四国机制首次领导人线下会议 据白宫公布的会晤合作清单 四国表示将在疫情应对 卫生安全 基础设施 网络安全和太空等领域展开合作 尽管四国领导人在公开发言 以及声明中均避免直接点名中国 但舆论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其目标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地区内 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因为就在此前一个月 美日印澳开始了马拉巴尔海上合作演习 美国第七舰队表示 今年的演习由美国海军主导 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四国海上部队 在菲律宾海演练协同作战 以加强四国在海上联合作战 反潜作战 空中作战 海上补给 跨甲版飞行作战和海上拦截方面的能力 今年的演习还将由美国海军特种作战部队参与 参演的主要军备包括 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巴里号第72特遣部队的海上巡逻机和侦察机 印度海军的史瓦利克号护卫舰 卡德马特号反潜护卫舰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加赫号直升机航母 村雨号驱逐舰澳大利亚海军的瓦拉蒙格号 护卫舰参加 在美国主导下 美英澳三国近日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在该机制下 美英将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 有分析指出 与五眼联盟侧重情报分享和四边机制侧重政策协调不同 美英澳三边机制意在加强美英澳之间的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 重点是提升澳大利亚的防卫能力 美英武装澳大利亚主要出于利益考量 一方面澳大利亚横跨印度洋太平洋 前面向亚洲 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忠诚的盟友 几乎参与了美国二战以后所有海外军事活动 对美国来说澳是其搅弄南海台海局势的重要跳板和据点 对英国来说脱欧以后魔球打造全球英国 迫切希望介入印太地区 美英澳搞的小圈子立即引发亚太国家担忧 印尼和马来西亚分别发声予以谴责 认为此举破坏亚太地区战略平衡 引发连锁式核军备竞赛 除了小圈子 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 各国间还有繁多的双边机制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冲 9月28号在记者会上透露 日本与英国就启动 互惠准入协定缔结谈判 达成了协议 10月7号将召开首次会议 共同设称 此举意在瞄准军事影响力增强的中国 促进日本与英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卫合作 英国是第二个计划 与日本签署 互惠准入协定的国家 2020年11月17号 澳大利亚和日本宣布 就互惠准入协定签署 基本达成一致 准入内容包括军队军舰军机等 该协定一旦正式签署 将是自1960年 日本与美国签订 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 日本对外达成的第一个 深度防务协定 也将是日本政府60年来 首次允许美国之外的外国军队 在其领土上行动 日本共同设置言 日英互惠准入协定 主要是应对 强化军事影响力的中国 并牵制中国的海洋活动 日本希望在印太地区 增进与英国的防卫合作 日美还认为 该协定是在联合训练 逗留对方国家期间 简化携带武器等的入境手续 缔结协定以后 部队往来将变得更为顺利 可拓宽防卫合作范围 今年日本自卫队 已经多次与英国展开联合军演 多次与英国航母互动 从七国集团到五眼联盟 四边机制 再到美英澳军事铁三角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在亚太地区 似乎圈子越套越多 越套越复杂 目前看着美国在中国周边 正在进行连环的这种 所谓的军事布局 与日本的军事联系 主要是强化第一岛链 对中国进行近距离的风度 如果把美英澳三边关系 进行强化 瞄准的是第二岛链 如果英国在周边 进行各种穿梭外交 包括军事部署行动 实际上要连接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 所以美国目前是通过 美英澳的三角关系 让二岛链对中国风控的盲点 完全消失 那么同样呢 通过美英日澳的组合关系 也会强化第一岛链 实现第一到第二岛链 之间的相互连接 围堵中国的围墙会更高 也会更厚 俄罗斯4号首次前摄 告示高超声速导弹成功 意味着完成列装前最终测试 外面说呢 美俄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竞争 日趋激烈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海军的核动力潜艇 北德文斯克号 首次从水下40米处 试射了告示高超声速导弹 成功击中了位于巴伦之海域的 一个假象敌海上目标 从俄罗斯第一频道公布的画面来看 发射于夜间进行 移除亮光破水而出 驱散了海面上空的黑暗 一瞬间核潜艇的轮廓变得清晰可见 随后导弹加速几秒钟以后 便消失在云层之中 这是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 24小时内第二次试射 告示导弹 连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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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计划这将是告尸导弹 在2022年列装部队之前的最终测试 告尸导弹为俄首个海基高超声速巡航导弹 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 最大射程达到1000公里 最大巡航时速1万公里 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千克 该武器的优势为可摧毁 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 且无法被反导或防空系统拦截 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赞为 无可匹敌的新一代武器系统 俄罗斯退役海军少将维瑟沃洛夫哈米洛夫透露称 高尸导弹不仅是应对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的重要砝码 还想确保俄军能够打击其关键指挥控制系统 未来俄罗斯将在西大西洋和东太平洋两个方向 各部署两到三艘配备总数达40枚高尸导弹的军舰或潜艇 另据俄罗斯北德文斯克造船厂同一天透露 最新的超大型核潜艇比尔格罗德号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实验 该舰可携带多达6枚波赛东巨型鱼雷 绕过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打击其沿海目标 包括港口和城市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告时导弹取得突破之际 美国国防部9月底宣布 成功试试一款歇气式高超声速武器HAWC 这是自2013年以来首次 虽然巡航时速只有6000多公里 比不上告时 武器制造商雷神公司导弹与防御部门总裁克雷默表示 美国国防部已将高超声速武器和反高超声速能力确定为国家安全的最高技术优先事项 近年来美俄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 俄罗斯聚焦发展重点装备 以对美国形成不对称的战略优势 早在告示导弹之前 匕首空射高超声速导弹和先锋高超声速战略洲际导弹 以率先列装成为全球领先 不过美国国家利益杂志9月撰文称 美方很快就会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赶上俄罗斯 比如远程高超声速导弹LRHW 预计将在2023年进入美军服役 其弹头可同时适用于陆地和海上攻击 北京时间的5号16时15分左右 备受瞩目的俄太空电影挑战设置组乘坐联盟号火箭前往国际空间站 飞船从拜克诺尔航天发射场升空 预计将在起飞大约3小时17分钟以后 与国际空间站的黎明号小型研究舱对接 在宇航员奥列格诺维茨的陪同下 挑战女主角尤里亚佩列希利德和导演克里姆西片科 将会在高约354公里的地球轨道上停留12天 于10月17号返回地球 电影挑战讲述的是宇航员突发疾病 一名医生赴太空救人的故事 这是人类史上首次上太空拍电影 影片得到了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的支持 该公司总裁罗格金表示 俄罗斯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俄罗斯的飞船及航天技术 普及商业太空飞行 好 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素栏 近日泰国多地遭遇暴雨侵袭导致河面上涨洪水泛滥 在暖屋里府一家开在河边的火锅烤肉餐厅因祸得福声音火爆 许多时刻半泡在水中淡定地吃着烤肉感受着潮起潮落 水位升高时有顾客为避免衣物被打湿甚至站到凳子上 独特的体验吸引众多网友前往打卡 不过随着水位不断升高 该餐厅宣布将暂停下午场 3号 印度德里地区一架波音客机卡在天桥下 令当地民众困惑不已 画面中这架飞机的前半部分通过了天桥 后半部分被卡住 受其影响 同项的机动车在通过该路段时都小心翼翼放慢了速度 印度航空公司证实没有航班或现役飞机发生事故 卡住的是一架被卖掉的报废机正在运输途中 近日韩国军队内部接连曝光 数起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社会公愤 从2016年至今 韩军在江云道某企业供给的食材中发现了22次异物 其中泡菜里藏菜刀性质最为恶劣 军方直到泡菜生虫变质才发现 另外两家供货企业也发现了鸡蛋腐烂 汉堡发霉等问题 还没称军中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于公餐企业的选定审查标准不严 处罚力度不大 据NDTV报道 印度营养不良的儿童正在不断增加 印度教育部回应称 将通过为期五年的营养计划免费分发食物 涵盖学前班公立小学以及受政府资助的 所有一到八年级学生 如果各邦有想要指定的营养食品加入食谱 可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 营养计划预计将花费1.3万亿卢比 约合人民币1132亿元 近日俄罗斯多地遭遇极端天际 在索期暴雨天际岛直当地洪水泛滥 浑浊的洪流涌入街道 居民出行受阻 在首都莫斯科大气压连续三天破纪录 水银柱的指标达到了768毫米 比往年正常值高出20点 且数值仍在继续增长 专家表示 该现象是由极力高压造成的气压山 居民可能会有类似于在220米 深矿井下的不适感 近日日本绿叶菜黄瓜白菜等价格暴涨 特别是生菜 价格已经涨到了原来的三倍 达到了968日元 约合人民币56元每公斤 这也导致许多餐厅在不加价的情况下 无法再提供蔬菜沙拉 经营陷入困境 浓水省称连续两个月的长时间降雨 影响了蔬菜收成 预计到本月底价格有望 逐步恢复 因疫情停课18个月以后 科威特3号全面复课 上千所学校的数万名学生回到校园 开始了课堂学习 根据科威特教育部计划 在校学生将分成两组入校就读 其中一组在每周日二次上课 另外一组在每周一三上课 两组学生每隔一周轮换一次上学时间 好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 央视频以及金人亚洲官方微博 点击收看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